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 在博物馆,有两把剑分别代表着胜利与失败 一把属于胜利者,岳王勾剑 另一把来自于他的一生之敌,吴王夫差 剑被誉为百刃之君,是因为他最适合一击刺杀 他不像长矛那样远离敌人,也不能像刀那样灰砍自如 更不会像棍棒那样殴打弱者 一名伟大的剑客,只有把剑深藏在怀中,隐忍等待 当足够靠近敌人的瞬间,突然出击 刺出那决定胜负的一剑 一小博大,不欺老幼,善于忍耐 这既是剑的品格,也是君子的信仰 在汉代画像石上,常常能看到剑客的形象 七身吞探的御让,孤单英雄专注 一诺千金的济渣,怒发冲冠的金科 是剑为生命的君子,从不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 当力剑出鞘了一剑,即使是万圣之主,也会惊慌失措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段故事 吴岳争霸 其实,夫差并不是天生的失败者 他的父亲被岳王勾剑杀死 复仇的执念让他发动了第一次吴岳战争 在这次辉煌的胜利中,勾剑被困困在会计山上 一带越往,匍匐在夫差的脚下,成为一名马夫 三年的奴隶生养,勾剑让夫差彻底松懈 最终得到赦免 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懒惰,勾剑睡在甘草堆上 把苦胆悬在头顶,时时品尝 勾剑的机会终于到来 在吴王夫差陷入北方战争的时候 他突袭了吴国的都城 此出了最致命的一件 孤苏城下,夫差成了战败者 他祈求宽恕 但勾剑没有给他选择的权利 胜利者可以尽情装饰自己的配件 那是属于王者的尊严 在这柄铜剑上 祝剑师采用了最上乘的材料 在没有实战价值的地方仔细打磨 剑身用锡金属运烫出菱形花纹 剑饼镶嵌绿松石 底部的十一个铜心圆整齐排列 让两千年后的术控技术都为之汗颜 岳王勾剑吞并了吴国 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位霸主 当他手握宝剑 登上诸侯会盟的王座 他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值得的 千军万马再高呼万岁 一生的死敌已成为肿中枯骨 作为天下最有权力的男人 他的配件当然要足够炫酷 才能震慑住蠢蠢欲动的诸侯们 岳王勾剑 岳王勾剑 这只刀一直在地下睡着 一千四百年 只睡得个袖姬满身 他醒来的一刻 却突然觉得无险悲凉 当年沙场上同座军刀的伙伴 竟无一全失 弱大个中国 他是目前唯一出土的完整的唐刀 大唐 你征战四方 无数将士为你而死 却为何不见武器随葬 难道不知我们已与主人融为一体 兵杖者为横刀常待 但随葬一开难免私藏 所以你们还是允在江场上来得齐所 两把刀 一老一少 那老者从汉朝来 此刻怒气冲冲 你可知罪 师父 徒儿不知何罪 身长 任职 并以铁环相坠 你长了这副还手刀的脸面 却可还记得圆流 汉之前武器多为青铜 其才智决定招罚以刺为主 步兵为阵 对匈奴马战并不实用 改为刀 担任 后己则大大利于披杀 果然你只记了皮毛 汉军一开始学习马战 还手刀在马上大杀四方 一举成名 几乎是当时杀伤力最强的近身兵器 师父 您看 徒儿一直谨记 皮毛皮毛 你看看你的后背是什么字啊 干锤 这一锤砸下去是千斤的力量 他行走江湖的时候便一锤闻名 退隐之后大家只知道他是铁匠 据说他做了一场梦 梦醒来便满脑子想着做最好的道 刀刃催火 腐土刀身 以控制降温的速度 让刀刃处不必坚硬封力 而刀身保持韧性 不易折断 他干活的时候总喜欢自言自语 将铁断打 折叠 拉伸 再管打 成百折百炼之缸 水与火 看似最不相容的两种东西 却击出最好的刀 百炼之法 是我们还手刀锻造的精髓 大破匈奴的不是还手刀的刑 而是这百折百炼的刀身 师父 骨子里的东西 土地并未忘记 只是您为何拒绝接纳新鲜的东西呢 唐刀决定向汉刀直言 还手以前只是拴绳子套住手腕 以防止脱落 现在则刻画了刀的个性 既在我还手上的水晶珠 是传说中域外战神的化身之一 入我中土 则为我提振精气 大唐朝廷 外国人都可以来做官 因他们信仰大唐 他们愿意成为唐人 师父 一切属于骨子里的东西 土地并未忘记 只是大唐已是一个胸怀世界的大唐 迷雾散尽 唐刀末的发现自己还是孤零零的一个 刚才的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 是独自前行 还是梦回大唐 唐刀 疑难诀